佐助和幽正在进行幻术比拼 阅读的威力远非普通幻术可比 为了逼出佐助的权利 幽狠心给予佐助挖眼之痛 当他再次伸出魔爪时 佐助破釜沉舟 将骤影的力量全部汇聚到血轮眼上 狂怒的白蛇刺破了幽的分身 幻境化作数不清的碎片 佐助捂着左眼 阅读带来的剧痛实感 还残留在弑神经里 在旁观的黑白绝看来 幻术中的厮杀 不过一瞬间的对视 佐助倒下了 战斗已经分出了胜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幽突然无睁眼跪倒 佐助竟然将阅读给破解了 虽然佐助只有普通血润眼 却能战胜万花筒的阅读 正如高手用树枝 也能敌过绝世薄剑的道理 看来佐助的才能 已经超出了幽的想象 佐助说 无论幽如何使用同理 他都会用憎恨 将杀死他的幻象变成现实 幽心中欣慰的笑了 佐助已经通过了 他的第一重考验 他确实变强了 但是第二重考验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连决斗之道 又将要使用天罩了 左眼的阅读是最强的幻术攻击 右眼的天罩 则是最强的物理攻击 佐助显然做足了功课 知道天罩的厉害 永不昔眉的黑炎 会将映入眼帘的万物焚烧殆尽 他不会让又得逞 风魔手里剑再次射出 这一次是引手里剑之术 剑刃上还附带千鸟 有一个鲤鱼打挺 佐助赶紧拉动钢丝 手里的剑半空解体射出刀刃 狠狠扎进了右的大腿 黑椎还在奇怪 右竟然躲不开这种小花招 只有右清楚 他的势力已经下降到了极点 阅读的副作用本身就不小 被佐助破解后 更是遭到了严重反噬 佐助趁虚而入 好火球逼得又浮空躲闪 千鸟轰鸣出击 将楼顶打穿 右跳出楼内 用火盾反击 烈焰散去 佐助凭借天之骤音的翅膀 护身并无大碍 这种级别的火盾 还不需要他用出压箱级的招数 身为雨之波 火盾的对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关 好火球怒眼相撞 谁料竟是佐助压制了右 或许是又将大量的查卡拉 凝聚在了右眼上的缘故 血童深处 黑眼灭视 传说中的天照 如同地狱深处绽放的黑色妖花 他是火中之王 不灭之眼 眼看佐助被天照震慑 险些遭到吞噬 又赶紧闭上了眼睛 佐助这才反应过来 知道天照的厉害 不敢应接 绕着楼顶撒腿就跑 有的视线不紧不慢地跟在佐助身后 铺天盖地的黑炎 将周遭团团包围 最后终于追上了佐助的翅膀 佐助刚被烧了没两下 又立即关闭了天照 他伸手去试探弟弟的伤势 菊还以为他要夺取眼睛 果然不出所料 佐助凭借大蛇丸流替身术 躲开了伤害 又用切鸟劈开楼顶藏身 将保命忍数留给敌人的致命攻击 可是战斗的常识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佐助发动天之骤印 不吝惜剩下的查克拉 火盾 喉咙火之术冲天而起 堪比斑的龙烟放割之术弱化版 又为了给佐助上实践课 接连使用阅读和天照 对他本就病重的身体 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他的行动变得迟缓 不慎被喉咙火烧伤了手臂 在接连强拆下 楼顶终于不堪重负 大骗崩塌 此时又和佐助都已经筋疲力尽 又凭借喜伦眼 看出佐助已经耗尽了查克拉 他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诈败 却不知道佐助早已不是当年的鲁莽小鬼 他这次是有备而来 雷雨优惑而至 佐助接下来的人数不需要自身的查克拉 而且发动只在一瞬间 和天照一样无法躲避 黑局忽然醒悟 原来佐助刚才朝天空放喉咙火 引诱在室外发动天照 都是为了让大气升温引发上升气流 从而制导雷云 此树名为麒麟 佐助不过是将天地之威 引导向罪孽深重之人 落雷只有千分之一的时间 甚至超越了音速 凡人的速度绝对无法躲避 天雷地火 血海深仇 这场雷劫 正是佐助为右精心准备的葬礼 淫灭吧 又 麒麟裹挟振振狂雷 轰然从天空落下 瞬息之间 天崩地裂 与直播句点化为了废墟 佐助望着倒下的右 血轮眼一关 脱离跪岛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这就是你想要再现的 我死去的样子吗 右的声音像一颗炸雷 佐助跳了起来 他竟然逃过了雷劫 佐助强行发动咒音 右的身上燃起了红色查克拉火焰 蓄骨生机 披甲之锐 欲火重生的战神 微然而立 右看着变强的佐助 心中多了一份欣慰 或许刚才倒在麒麟之怒下 是个不错的结局 但他还有最后一刻 要交给佐助 右向佐助解释说 这是阅读和天照 这两种能力同时开眼时 寄宿在双眼中的 虚左能乎之术 万花筒的极致力量 天空已经放晴 麒麟之术无法再用 佐助 你的人数到此为止了吗 如果还有隐藏的力量 不用舍不得用出来 右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了 佐助以为他是在挑衅 圣怒之下 强行用咒音之力 打折完的查克拉被释放出来 他一直在佐助体内 刺激越狱 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他要解放自体的力量 白蛇从咒音处汹涌而出 迎风怒掌 化为八手八尾的恐怖大蛇 大蛇丸的大招 八旗大蛇之术 虚左能乎 和八旗大蛇重演神话之战 厮杀不过树河 七颗蛇手迎刃而落 蛇口中钻出一个 湿漉漉的男针子 该出现的东西终于出现了 有费尽心思 逼出佐助的权力 就是在等大蛇丸的出现 只有消灭这个蛇养难缠的家伙 才能将佐助从咒音的束缚中彻底解放 大蛇丸从口中吐出草地剑 看得白爵直作偶 这黏糊糊的家伙 许久不见 还是这么恶心 好不容易逃遇成功的大蛇丸 扬扬自得 扬言要趁机夺取佐助的身体 有二话不说 一刀刺穿了大蛇丸的身体 其无敌者势必杀之 大蛇丸冷笑 这种承受的攻击 看不起谁呢 他没笑两声 突然察觉到不对 身体突然被刀吸走 他认出 这是自己苦苦寻觅的 传说级神器十拳剑 能够将刺中的人 永久封印进 罪梦世界 可怜大蛇丸刚刚出狱 还以为可以为所欲为 没想到 不过是换了一间牢房 他偷偷放出一条小白蛇草逆 企图苟且偷生 可惜最后 也被天照呼呼呼烧死 在局看来 佐助的查克拉耗尽 大蛇丸也被封印 而又突然咳血 他这副病入高欢的身体 已经快到极限 依然强撑着 在佐助面前演戏 这样一来 你的眼睛就是我的东西了 让我慢慢拿到他吧 许佐能呼的力量 慢慢消退 佐助不肯束手就行 将绑着起报复的苦务 尽数射出 许佐能呼手持盾牌 将爆炸轻易挡下 见多识广的黑爵 立即看出 那面盾牌也不是俗物 是名为八尺镜的神器 他能够将所有东西弹开 配合自带封印术的十拳剑 堪称无敌的搭配 又脚步蹒跚地走来 佐助拔剑变刺 反被八尺镜弹出老远 当他起身时 又已经近身 吓得他连忙后退 背后却是一面断墙 又缓缓伸出血淋淋的手 佐助想起了蛙眼之痛 双腿开始不住地打颤 这一回谁也救不了他 身为复仇者的人 竟然败在了仇人手里 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又望着弟弟 他已经通过了自己的所有考验 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一切 这一幕结局 在佑的心底谋划了无数遍 不管初心如何 他犯下的罪孽 一定要由于直播族人审判 又在弟弟的额头上 轻轻一点 就像小时候 他每次向佐助道歉时那样 他将自己的同力 注入到了佐助的眼中 最后一刻 他说出了发自真心的一言 原谅我佐助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为了保护佐助 又默默背负着罪孽和憎恨 一次次撒谎 一次次将佐助抛在身后 心中背负了太多黑暗和秘密 对弟弟无言的爱 成为了这个外表冷酷男人 对自我最后的救赎 现在 他终于可以卸下所有重担 露出久违的笑容 他倒下了 他死去了 雨落了下来 佐助许久才从震惊中平静下来 他望着有的尸体 瞳孔涣散 内心空空 复仇成功的喜悦 眨眼间被大雨冲散 他唯一能感觉到的 只有深深的疲惫 他一头倒了下去 和又倒在了一起 雨之波的残垣断壁之下 大雨冲洗着这对兄弟的所有恩怨 又隐藏在那句遗言下的真相 佐助要在以后才得以领悟